再来关注美国缺工问题持续的恶化 不仅影响企业的运作 也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日常 部分餐厅一个星期只开三天 而菜单上有一半的品项都没有供应 建筑业同样是大闹人力荒 居家修缮找不到人 老板还得亲自爬屋顶修缮 那么美国国务院也缺人手 民众申请护照要四个半月才拿得到 而Delta变种病毒的肆虐 也让全球景气复苏 再度谋上阴霾 美国跟欧洲的股市周四收盘是硬生下措 美国重启经济 商店纷纷开门营业 顾客也源源不绝 但商家现在却还是笑不出来 因为人手极度不足 让他们很难做生意 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受缺工的影响 像是有些餐厅一星期只能开三天 原物料短缺 菜单上原本的品项一半都被化掉 服务人员太少 用餐也要等很久 疫情期间居家修缮需求大增 纽约太阳能板维修公司的老板 因为缺人 现在得亲自爬上屋顶 顶着高温和师傅一起修理 与服务业相比 建筑业的时薪相对优渥 几乎是服务业的两倍 最高达到32块美元 约合台币900元 过去四个星期 太阳能板的业者 已经将入门等级的薪资 提高40% 但职缺还是乏人问津 美国六月的就业报告显示 在建筑业工作的人数 较去年二月减少了23万8千多人 以目前供不应求的建筑需求来计算 未来两年还需要100万名以上的工人 美国劳动市场近日也因为疫情 出现吊诡的现象 明明市场求财若渴 但上周首次请领失业补助的人数 却增加了7万3千人 不只是民间缺工 美国国务院也因为人力不足 和邮政作业延迟 核发护照的时间延长到四个半月 民众要是愿意多付点费用 最快也要等三个月才能拿到护照 美国失业人数微幅上升 十年期公债值利率跌破1.3% 欧洲央行调高通膨目标到2% 暗示将继续维持低利率 这些都是复苏的负面讯号 周四美国股市三大指数下挫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250多点 欧洲股市也翻黑 投资人对于全球复苏的前景有疑虑 其中最大的忧虑是Delta变种病毒的肆虐 尤其是东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奥运不开放观众入场观赛 更加深了恐慌气氛 全球经济的情势 现在就和新冠肺炎病毒一样毁绝多变 而疫苗的普及才会是这场灾难最可靠的救星 TVBS新闻综合报道